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间怨声载道 习本人只顾安全 忽视经济 或者只推崇意图引领世界的兴致生产力 而不设法鼓励本国人民消费激活内部市场 在加之其三年清零的重大败笔 怀疑其领导力的鼻鼻结势 习于是加剧了清洗 平息不满的声音 其实习近平反贪也就是清洗的另一种说法 从他一开始掌权就开始了 就这样前后清洗了12年 按理说如此清洗之下 这个党应该更纯洁了 结果越清理腐败分子越多 腐败的故事也越来越离奇 比如几任司法部长都是违法分子 前任继任国防部长都是腐败分子 难道这个党越清洗越龌龊了吗 这肯定不应该是习近平总书记搞清洗的出行 从这位中共领袖执政轨迹去看 一开始发动的党内清洗 是要清除前朝所谓的江湖势力 为自己稳固权力铺路 这个巩固期应该在十八大结束前 打倒胡文指定的接班人孙震才后基本完成 十九大后继续清洗 意味着习近平志在未来 十九届二中全会习发动突然袭击修宪 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 为第三任乃至终身制铺路 这一招被中国民间称之为霸王硬上功 虽然出奇之甚 但在党内军内激起了强烈的政党 一个简单的原因 习这样做 破除了邓小平时代 唯一的一项可视之为重大的政治改革举措 废除领导人终身制 习破了党规 让一些党员担心 这个党可能从此失去了自我纠错能力 重蹈文革辐彻 这就是为什么在2022年10月20大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 不但党内军内清洗加剧 社会控制也更加严厉的重大原因 习近平要坚决清零不动摇 熟悉中共政治的即刻明白 这是打着防疫的旗帜 搞意义清零 反对派清零 三年下来 把中国社会折腾得丧失了活力 习成功开启了第三任 令人吃惊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0大习近平轻而易举 把倾向于经济改革的党内大佬 诸如李克强总理 汪洋等人 都以高峰亮节的名义 请他们让嫌了 把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 从20大闭幕式上驾走 政治局终于成了清一色的习家军 团派清除了 江湖的遗序没有残存了 红二代也差不多消失了踪影 党内军内 国务院各部委 重要部门都是清一色的习派 但是清洗还是没完没了 仅今年上半年就有36名 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被查 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4% 其中至少两名副国级 仅仅一年半时间 二十届中共中央委员 至少六人被调查和拘捕 而对于军队高级降临的清洗 达到了过去四年以来未有的新高分 二十大后 最令海外舆论震惊的是 上任不计个月的习清姓 副国级外长秦刚 和副国级国防部长李尚福的神秘失踪 李尚福终于在二十天前被开除 党籍军级移交军事法庭审判 仍然是中央委员的秦刚的命运 或许在三中全会上有一个交代 三中全会的召开 意味着习近平暂时抹平了内部的奉筝 给其持续12年的清洗画上一个休止符吗 美国斯坦福大学 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 在写给美国之音题尾 水生火热 赢三中全会的文章中指出 在任已经12年 二十大上更是达到了个人权利的顶分 习近平如今并没有感到更安全 更从容也没有觉得在国家治理中更有力量 更为顺畅 相反老调子没有唱完 他必须一遍遍顾忌重演 如同十多年前刚刚上台时 那样不断拿党国精英的人头记齐 听众朋友 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药文分析 感谢云立的技术合作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